成年女性的生活到底有多心酸 在日本有这么一部动漫 她用四个小顾事 诠释了成年女性的心酸 每一集看完都让人忍不住落泪 这才是成年人该看的动漫 一个女人如果规规矩矩 扣上衬衫的每个纽扣 她是否就会被扣上永俗的头衔 从美国回来日本的男弟子 认为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以为人母的她一身干年的套装 浑身上下酸发着沉稳内敛 以及母性的温柔 岁月的沉淀使她变得更加的安静迷人 可到夜深连镜时 她拿如同野兽般席卷食物的场面 让人感到错愕 生活到底对这位女性做了什么 竟用暴食后吐吐来回交替 却发现心中的不满 而这一切的一切 还得回到她小时候说起 出生乡镇的男女子 从小内心就不安分 她渴望到更大的世界看看 以至于在她眼里 是绝对完美的姐姐 最终选择在乡镇结婚生死的行为 感到厌恶 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她光想想就觉得可怕 传统对于男女子来说 就是一个无形的枷锁 她急于想要摆脱她 而最终 她也如愿考上东京大学 也成功进了大公司工作 感爱感恨的个性 一起时髦和自信 让她很快 就要不如婚姻的殿堂 她按照自己的标准 得到了自己所期盼的一切 一个更为开阔的世界 正在等待男女子 可在婚礼前夕 她做出了一个足以需要用 一辈子来忏悔的错误选择 她生下的孩子 不是丈夫亲生的 那是在她莲花青色之时 对感情尚无明晰 男女子在初中毕业的暑假 到附近上班的点心店打工 在这里偶遇了错学的同学九夫 两人在校园内 从未有过交集 这一次碰面 那么硬的齿轮开始转动 连连的欧巴萨 一直打去两人 男女子被说得满脸通红 害羞不已 可九夫因为家庭原因 导致性额冷淡 面对别人的调侃 却能就一心投入到糕点的学习中 在整个暑假工作期间 男女子只与九夫说过一次话 也只见九夫小过一次 那时他作为见习糕点师 李子诸说自己制作的糕点 看到他被客人抢购完 于是忍不住找乃丽子确认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便露出了 从未出现过的小龙 一无所有的九夫 认真而投入 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他大时时为自己的生活努力 这一幕就像一阵风 划过了乃丽子心里的合面 只要看到九夫那双手 轻柔而有喜致的 富与糕点精致的外形时 他的内心是处就会涌出 令人崩溃的戳白感 乃丽子对九夫产生了嫉妒 他嫉妒九夫的专注 嫉妒他坦坦对待自己的生活 和别人的目光 乃丽子是一个 活在世俗眼光里的人 他将逃离乡下小镇 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份虚弄的心罢了 他喜欢在别人眼里 出众了那种感觉 乃丽子随着时间流逝 这份嫉妒竟变成了仰慕 九夫也难成了乃丽子 想要面对真实自我的一面镜子 但内心害怕传统 会抹灭自己刚萌芽的个性 在高中毕业后 乃丽子最终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 离开小镇 带着政府生活的无畏 朝着大城市出发 而在大城市几年的喜低 年少时期的那份感情 也总算可以大胆面对 在婚礼前夕 乃丽子回到小镇看望父母 结果在街上遇到了九夫 十年未见 乃丽子早已不是当年懵懂的少女 她不会再因为触碰到九夫的手指 而感到紧张害羞 相反会主动伸手 挑逗眼前这个曾经有好感的男人 在深夜 她望向了精致小脚的糕点 就会忍不住回想起 十年前与九夫的邂逅 她到底对九夫有没有爱 其实连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但她能就在一天雨夜找到九夫 主动现身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那天夜晚 九夫尝试做出挽留 但乃丽子还是决绝地拒绝她 前往美国 九夫对于她内心来说 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的 最后一次挣扎和留恋 当乃丽子结婚五年 回到家乡看望母亲时 她看到了幸福如初的姐姐 带来知道自己搞错了幸福的定义 自从和丈夫去美国之后 她根本无法适应新环境 加上儿子继续受的出生 但乃丽子开始独自承受 当中间错误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她从不敢把这个真相说出来 巧说做错事会祈求她能原谅 可长大后才发现 自己对自己的原谅才是真正的救赎 因为没有人会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无法抱怨命运 一切都只不过是成长中的自己 所做出的一个选择 乃丽子选择默默消化 独自呕吐的场景 也不知道丈夫是否发现了什么 婚姻的不幸到底是因为虚荣的原因 还是她选择生下与九夫的孩子 这一次回来她还是去见了九夫 当对方询问孩子几岁时 她没等基础回答就抢他三岁 当面对九夫询问她是否幸福时 她迟疑了一下 可最终还是笑着说出非常幸福 或许她有想过与丈夫离婚 来终结这段不堪的过去 可谷自己那份不甘 却又不允许她这么做 她仿佛下面子重新生活 正在无尽的深渊中不断徘徊 她也幻想过 如果当初选择九夫 又会是怎样的结局 可在夜深连近思考那些 已如果开始的人生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选择成灵女性的 动画时间中的一个故事 人生如果从简单的视觉来看 就是选择 一个选择往往可以改变未来 那丽子她并没有错 因为她有权做出人生的选择 可相信很多人也无法认同她 虚荣或许可以是变得 更加努力的一味兴奋剂 但绝对不是成长过程中的唯一标准 那丽子的婚姻观 只是为了对方的身份和财富 可当物资满足了 却有抱怨感情上的不足 得不到和失去的才是最好的 于是便思念起九夫来 以如果当初选了九夫 或许之后她同样也会后悔 生活不止财米油盐 同样还有甜言蜜语 和反过来也是如此 或许只有恶者见得才会感到满足 可又或者即便恶者见得 也还会有所需求 也说不定 内情深处到底想要什么 只有自己本能清楚 追求物质的生活和追求平凡安稳的生活 不管是何种女性 做出何种选择 她们都没有错 但冷暖自知 自己所做出的选择 也只有自己才能负责 你有没有想过 林与艾伦每天的晚餐 吃的并不是料理 而是叫做爱 在日本的美美 是一个极度不自信的可悲人妻 从表面来看 她的丈夫是不少女人的梦中情人 优牙端庄 有稳定收入 可就是这么一个完美的男人 却让美美感受不到一丝幸福 吃饭的时候 她从没有睁眼看过美美 就连相信的时候也是如此 美美从小被父母骂 被老师骂 就连亲妹妹也骂她 后来听从家里安排 嫁给了如今的完美丈夫 结果公婆和丈夫也会骂她 她的自信心不断被这些人打击 她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如此混下去 可后来 她出轨了 她还剩了一位肮脏的垃圾回收缘 两人第一次相遇 是在一天清晨 美美像往日一般出门丢垃圾 结果双手却险险被车门压到 幸好工作人员红 及时紧急关闭车门 并迅速将美美的双手从大门中拉开 可就是这一举动 却牵动了美美那本以死记的内心 从那之后 垃圾回收日就成了美美最期待的日子 她会安静地躲在后面看着红而感到兴奋 精心潜伏在美美心中的某些东西 已经产生破碎 后来美美主动向政府提出 粉举的要求 她没有挽留 而是摔了碗筷夺门而出 只留下一句 你会后悔的 无价可归的美美最终被红收留 两人很自然地发生了最亲密的行为 他们就像新婚夫妻一样逆浓卧龙 但对于以往的生活来说 美美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没有发生改变 她依旧需要洗衣做饭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人 可美美就发现这本是枯燥乏味的琐事 竟是如此的甜蜜 或许这就是恋爱的感觉 因为红会注视着她 不管她做什么 红都会认可她 夸赞她 对于以往用讨好的生活方式 她不需要再用身体去迎合对方 不用在做任何事之前考虑后果 红从早上五点就要起床上班 一年365天没有休息日 而回收垃圾中混杂着各种危险物品 碎玻璃 别人使用过的针头等等 可美美却认为 红遇到最危险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自己 一个没有任何依靠的普通女性 她难免也会担心红收留自己 是因为身体所带来的激情 又或者是同情 等这份情感消散后 美美对于红的依赖就已经很难摆脱 男友这样不安的情绪不止美美 红其实也想不通美美究竟喜欢她什么 做着别人严厉不体面的工作 可别那眼中的垃圾男 却是美美生命中的质保 他们会互相依偎对方 来消灭那不安的情绪 可在某天 美美照常在家里准备着晚餐 但红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 心中的恐惧无限放大 那些可能发生了意外 不断出现在美美的脑海中 一字又一次的拨号 换来了只有那冰冷的 零拨打的电话一关机 焦躁的灵性不断却说自己 如果真有意外 会有人打电话给自己的 可仔细一想 压根没有人知道自己住在这里 红不可能告诉别人 自己家里有一个有夫之妇 这些时间以来 她到底是在用什么身份待在这里 她如此尽心尽力地做的 妻子该做的所有事情 是想证明她存在这里 是想证明她才是最适合红的女人 美美突然感觉自己非常自私 一心想要独占红的人生开端 想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 而美美是幸运的 所以开门声响起 红并没有遇到危险 也没有离大而去 只是因为手机没电关机 从这天之后 只要红有晚归 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告知美美 即便在外已经吃了饭 但红也会给肚子流于喷空 用来享用美美的晚餐 对于红来说 美美的晚餐是她一天的结束 而对于美美来说 红的晚餐是她一天的开始 抓住男人的胃 等于抓住她的心 红主动要求美美跟丈夫离婚 而后来美美丈夫也答应了这个要求 她早就委托私人侦探 打听美美这些时间分居做的所有事 并且去告诉了美美的妹妹 转告美美美 如果回家奢求她的原谅 那么这辈子 她绝不会原谅美美 可如果是为了正式分手而回家 那么她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从小打击她的妹妹和媳妻 对她冷漠的丈夫 近在她生活转折的关键时刻 没有责观 有的只是用不同方式来表达支持 她的面前下班后 狼吞虎咽的红 妹妹知道自己遇到对的那个人了 晚餐是维系家人感情的宝贵时间 劳了一天里 回到温馨的家中 不管贫富 晚餐都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早餐往往过于急促 无参因为还沉溺在忙碌的工作中 这晚餐才是一天的结束 是可以释放放松压力的最佳时间 所以妹妹与红的晚餐 吃了不仅仅是料理 也叫做爱 能与爱的人一起想用晚餐 不仅仅只是果腹 也是转天爱意的一种方式 女人从生下来的另一刻起 没有人可以决定 他们要成为怎样的人 家庭主妇一点都不比工作中的女强能差 更不会因为身份 而影响女人在家中的地位 因为不管是做饭还是赚钱 都是对家庭贡献的一种方式 一个女人活到40岁 到底会变成何种模样 人脑珠红 亦活着风云犹存 在日本的旧子已经年轻四十 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 工作虽然不错 可却每天都被下手甩脸子 生活不喜不悲 但总感觉像是缺了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她会一个人躺在床上回忆过去 楼梯出人生十大往事 这种自虐的趣味 连她自己也感到可笑 人生十大往事 却都发生在18岁之前 也就是说在成年后的时光中 她感受不到一丝属于这个年纪的成就感 和充实感 小时候幻想过未来的自己 在做些什么 20岁热恋 30岁生娃 40岁是个称职的母亲 刻意转眼就要奔死了 改变的就只有旧子的外表 她对这个现状感到恐惧 所以在旧子受到初中同学会的邀请后 思绪一家便回到了过去 这是对初恋情人的俊恋 也是她人生十大重要往事 排名第一第二的珍贵回忆 那是与男友交往几周的灿烂时光 以至于分手也让旧子觉得是天大的事情 为了能再见到初恋 旧子兴致勃勃地收拾打扮 决定复会 就像好友所说的 引发中年恋爱的契机第一位 就是同学会 只因为同学会 或许是对现在的总结和过去的重继 旧子的内心大概幻想 在这里收获陈丰的爱情 但初恋是否结婚 她也迷谱 不过在对方见面时 要用何种姿态 高贵优雅 一会儿是活泼快活 可不管是男一种 都不是真实的自己 成年人的世界好像都需要戴上一张面具 从来不为以真正的自我露面 既虚伪又矫情 而在一张张精心准备的面具下 却隐藏着一个可躁动不安的内心 以及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 在刚走进宴会大厅 接待的同学是昔日长相普通的野道 如今的他变得风云犹存 有丈夫有孩子 并且还是个店长 不管哪个方面 旧子都输给了对方 只能面稍稍打击了他的自信 再看周围的同学 有声明显赫的打官权贵 有职场得意的成功男人 有家庭美满的幸福女人 再看看自己脱下面具后 竟一无所有 虽然他也不知道身边的同学 有多少人是戴着假面具 可因为戴着面具的人往往内心 都是对生活抱着最真实的欲望和追求 旧子就很讨厌这样的情况 准确来说是觉得很麻烦 罗诺不是怀着对初恋情人的眷恋 他甚至连参加这场同学会的热情都没有 旧子不在男人群中寻找自己的初恋 可却迟迟没有见到 就在即将要放弃时 就在厕所门口撞到心心念念的男人 案本有作 思绪顿时回到了过往 那是为期三星期的短暂时光 是旧子主动追求案本 就连第一次亲吻也是旧子提出 接吻的时候也把握不准闭眼的时机 所以全程睁开 可预想中的脸红心跳并没有出现 而是感觉眼前的世界顿时变得亲笔辉煌 旧子论回自己一辈子的勇气和行动力 都在这次恋爱中涌进了 这段恋爱永远刻在了记忆里 美好道不可挟读 男儿旧子没有意识到 对初恋的痴迷 其实只是对过去的眷恋 只是一种情节 因为在告别青涩的初恋后 大概就是朝着成人世界出发的时刻了 重新见到初恋的旧子 依旧能像当初直面自己内心一样 挥着大大的希望 幻想甜甜的恋爱 眷顾自己 看到案本手上没有在戒指后 他的内心仅有一丝窃喜 所有他男的暗示心意 他们开始第二场 直属于彼此的同学会 旧子忍不住在亲吻时 感慨长大真好 英国年少的青涩在成人后 转变为坦率 他们吸引神灰的 来到一间粉红色的屋子 整个房间充斥着暗面的气息 在完事之后 旧子竟带上了假面具 诉说着真实的自我 他撒谎自己现在 有了谈了三年的对象 可是自己却有些抗拒结婚 尤其今天看到西日热岛同学 没有熟悉的影子 反倒变得更加陌生 所有人都像是联偶一般 嘴里的谈资 永远都是公司 孩子成绩 房子 丈夫妻子 套着这些东西 整个人都变得永种不堪 妻子其实很担心 自己结婚之后 也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害怕选择 一转眼就到中年 却能救是一无所有 不过只要回想起 与暗本的那段时光 即便当年也是一无所有 可却依然耀眼 妻子就这样真假参半 对着暗本倾诉 对着面前这个三千七的男友 卸下了所有防备 幸运的是 暗本夸赞妻子 就是敢于证实自己的一无所有 而不是曾经在自我幻想的 世界中不出来 所以才会显得青春如珠 任何男男都会想要一个能做好饭 当自己回家的妻子 晚餐是维系感情的重要时光 所以在这充满逃色的气氛中 暗本竟拿出了厨具推销 虽然有些突兀 但一套价值三十万的厨具 就这样被鸠子 莫名其妙地买了下来 最离谱的是 他后来拨打了名片上的电话 根本联系不到暗本 原来同学会那天 暗本没有参加 就自稀里糊涂地 跟一个陌生人去了爱情旅馆 这只会在电视剧 才能上演的狗血情节 竟发生在她的身上 可鸠子没有感到特别难受 相关于初恋的重逢 却让她在提笑皆非之后 蓬富大笑 人生时代往事的No.1 必然是与初恋重逢这个事情 仔细回想 当初与初恋的无疾恶中 一直都让鸠子抱有遗憾 但在四十岁面对初恋 却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内心倾泻而出 鸠子变回了原来的自己 她以调感的态度 就面对羽毛排获得存孝一刻 她彻底放弃的伪装 用纯粹的思想去生活 对初恋的情节也变得不再那么执着 后来鸠子拿到真正的暗门友做电话 果然没有再那么渴望地 与对方产生联系 人们在日常中生活却死于日常 对日常感到厌倦和疲惫 可这恰恰才是生活的常态 所有三十岁到五十岁的成熟女性 在日本被称作熟女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自明理解 可事实上真正的熟女 应该是活得有价值 有尊严 有意义 是拥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 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女性 有太多太多人被生活摧残得体无万夫 尤其是身为家庭主妇的女性 在日本生活的美惠 就遇到主妇的中年危机 她都不记得自己上一次笑 是在什么时候 因为现在每天的生活 让她年校都觉得费劲 丈夫被裁员 为了贴补家用 她必须在夜晚到超市上班 身上双女不符合她这个年龄的衣服 面对来自同事的嘲笑 她很淡然地回应一句 这都是她儿女不穿的衣服 没有人知道这个妇女 为了撑起这个家牺牲了多少 她中日眼神空洞 呆滞 麻木 按部就班的生活 遭遇厚尽了美惠的全部心理 生命在这烦躁无畏的琐事中 日渐枯萎 而在身心疲惫回到本应是温暖的港湾后 等待美惠的还有一个个不省心的家伙 最亲近的丈夫 是一个木论无惧的中年男人 她是一个听话的丈夫 可却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户外下雨 明知阳台晒着衣服 却只会抱怨下雨衣服肯定临时 不懂主动去把衣服收进屋内 美惠没有交去做的事 她从来不会去考虑 但在看到恶劣天气 却也会担心美惠 那把坐公交上班 不要去踩单车 可是关心的话语 觉得美惠感受不到一丝温暖 因为美惠的夜半时间 早已没有公交班次 销售的身影 在暴雨中显得是那么渺小 丈夫的冷漠不仅只是对美惠 女儿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可丈夫却也不管不问 不过儿女对美惠其实 也并没有任何好感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讨厌 因为这种毫无生气的家 只要对生活毫无期望的妈妈 让女儿冲了她喊出 我不想变成你这样 我不想看到妈妈你这张脸 美惠承认女儿很重的负担 彻底从女儿的人生中排除 她最终搬出这个家 坐在当时她得来委员 住院照顾她的护士家中 对于女儿来说 家不在此地 而硬在他处 看着女儿选择逃离 美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本应该讲一朗让她留下 可身体上的疲惫让她只想尽可论夺水一秒 生活上的琐事可远不知小家 自从附近去世后 迷迈的母亲就老是才能她说话 解闷 在所有人眼中 包括自己的母亲看来 拥有一儿一女 有稳定收入的上班族丈夫 美惠的家庭 是完美的 她嘴上镰刀不想给美惠添麻烦 让她不用老是跑自己这来 但如果真的一段时间不来 却又会打电话来捏捏刀刀 心中的笑当她一次又一次 在想睡觉的时候 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 去拜访母亲 本身内心就充满无尽的压抑 却还要听母亲把这么多年来 不曾向父亲倾诉的各种怨气 拔解而出 而她家宗的琐事 却又不能向母亲倾诉 作为脱离社会依旧的家庭主妇 本因为找到一份低薪工作补贴家用 不会有什么意外 然而美惠低估了自己 举走投足游存的风韵 就连她这样的大骂 都吸引到店里的年轻同事 再次一夜 美惠的单车被偷 好心的同事打算在美惠回家 而这车的最终目的 竟是爱情旅馆 美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她心想 只要是一张床 让她躺着休息就行 身体丢向行尸走漏的 跟着同事走下车 可是脑海却突然想起女儿 连她这样的大妈 都有人心动 那正是青春年华的女儿 岂不是充满危险 这个思绪出现后 顿时让美惠清醒 她最终没有犯错 可忙碌一整天 好不容易可以休息 却又得听母亲抱怨 这么久没来看她 这一次美惠没有再顺从 而是直接果断地挂了电话 回想自己之前的年生 要为不争气的儿子操心 要为离家族走的女儿操心 要为丢了工作的丈夫操心 还要为晚年丧夫的老母亲操心 她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美惠只渴望得到尊重和理解 所有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愿 那就是被温暴对待 美惠的压力大到无处发现 可就是这副力量顺受的模样 让儿女厌烦恐惧 手把自己的危害 会变成跟美惠一样 可从现在开始 美惠决定做出改变 她不敢再想继续保持现状的后果 未来的命运仿佛一眼望穿 在挂起老母亲的电话后 面对顶嘴的儿子 她毫不客气地打了一巴掌 而预想中的征兆并没有出现 丈夫和儿子都冷在了原地 他们似乎等待这一刻 很久很久了 所有美惠来到老母亲家 告诉她自己还活着 这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话 因为以前的她 从未对明天有过期待 每天都是维持生活的现状 这样的情况根本不算是活着 真正的生活是归于平常 而不限于日常 生活中的财民油盐 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只剩下财民油盐 真正的皮脑 也不是繁琐的工作和琐碎的日常 而是从内心深入 滋生的绝望和无力 在想尽一切后的美惠 眼上充满了自信 虽然她丈夫目能无惧 还不解风景 可她也为这个家操劳着 虽然她的儿女都厌烦自己 但从现在开始 她要作为一个母亲 不是用讨好形式 与他们生活 也不是摆出一副沉闷的心绪 让这个家气人无望的氛围 虽然美惠的觉醒可能就改变不了多少 可却会坚强面对 活在当下的她悟出 家不在她处 正是此地 一个有希望的家是不管贫富 而是该当人有所期待 曾经美惠连自己都放弃了 但从现在开始 她将会是一个有独立空间 独立人格 以及不会怨天尤人的熟女